主席各位同仁 我国从1950年代就开始派遣农技团 到我们的邦交国还有非邦交国 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做农业技术的服务 在多年来我们也成功的提供给我们许多的友邦 农业方面的援助跟支持 也广受全世界所好评 也深获当地政府与人民的信赖 但是这些农技团的成员 从早期一直到国合会成立以前 并没有纳入外交人员的正式的编制 更没有公务人员所应有的相关的保障 以致他们在第一线 在我们的邦交国最偏远的角落 在第一线贡献他们一生的心力 协助我们的邦交国 在第一线为我国外交打拼服务 为我们的邦交国提供农业技术服务的这些 第一线的尖兵 提供一点微薄的照顾 我相信这个是我国对他们多年奉献一生心血的 基本的肯定与尊重 那同时也能够在他们晚景 凄凉回到台湾之后 提供一些医疗或者是伤脏方面 一些微薄的照顾 这也更符合我们国家公平 跟照顾所有为国服务人员的一个基本精神 感谢观看